明镜广播电台 世界新闻网发表特约编译卢炯言的文章 题目是川普强硬移民政策两大障碍 川普政府希望将总统的严厉移民政策从口头所说变成事实 然而却遇到两大障碍 移民制度的复杂性以及川普本人从未有清楚说明他究竟想要怎样改变 川普上任的第一个月 运用他的行动权力快刀斩乱马打破立法和官僚障碍 要快速打击无证移民以及收紧对边境的控制 但是川普对他的最终的要如何达成始终模糊不清 一直由他的助手幕僚设法的给他的行动命令进行演绎 结果是闹志沸沸扬扬 包括成功的对他的旅游禁令做出法律挑战 国会共和党议员恐怕白宫的极端措施 而更广泛的是全国移民社区所出现的忧虑 最新的爆炸点则是忽然传国土安全部考虑动员10万国民兵 在11个州协助围捕吴正移民 这个消息的披露让监管国民军的州官员 以及移民维权组织大为惊讶 白宫马上做出反应 指出动望路中所说的动员国民兵 只是最初贯彻贯彻川普行动命令的非常早期建议 从未给国土安全部长凯利看过后批准 白宫新闻秘书Space 更直指百分百不真实 但一些强硬移民路线认为 此时故意向美联社泄入备忘录内容 是证明有匿名官员蓄意削弱政府的声望 政府内反对川普旅游禁令的大有人在 例如前司法部代理部长叶茨 即使遭解雇也拒绝执行川普的行政命令 另一方面 移民权力维权分子就直指连串出现的事情 是证明联邦政府过度的行动 以迎合总统川普想法的证据 至于川普本身究竟目标是怎样也不清楚 例如他曾经嘲动过奥巴马的同源路径暂缓遣返计划 但他在15日的记者会上声称 如何处理这个计划是他最困难应付的计划之一 有移民律师表示 由于川普本身的模糊 他们实在无法向客户提出什么建议 尽管国土安全部仍在处理 童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的申请 但移民维权组织就指出 西雅图一个23岁墨西哥男子 尽管属于这项计划 但在当局的突击行动中不如 明镜广播电台 谢谢收听